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8月7號 星期三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寬仁分析師 每天早上8點 在中視頻道為各位做直播 現在目前8點鐘的時間 準點的 來各位做直播說 今天清晨的美股的主要指數 甚至像是國際股市重要的動態 還有就是各位最關心的 台股到底如何因應 尤其是最近的台股跟國際股市 是這樣的震盪 所以在最近的震盪的過程之中 你會聽到很多很多 很恐怖的事情 你會聽到一些 要崩盤了 快逃的說法 但是我告訴你 這邊是充滿著機會 但是你要能夠好好把握 這一次殺低 押回 整理 再上的機會 所以這是我們每天每天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 一個重點的地方 當然我們先看一下今天 因為如果從今天星辰 的美股的主要指數來說的話 你會看到全面 算是一個回文反彈 但是前一波真的跌太深了 所以這一次的反彈 到底是談真的 還是談假的 我先講一個重點 叫做是 請你盯著VIX指數 也就是市場俗稱的恐慌指數 這個指數它通常是跟 我們現在目前的指數跟股市 是做一個反向的操作 前陣子VIX在飆升的時候 全球股市在崩盤 最近的VIX有大跌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就帶來了一些比較屬於回穩 甚至逢低買盤的部分 這是昨天今天凌晨 美股能夠收盤上漲反彈的主要原因 那當然剛剛最新最新的美超維 因為美超維是接回答 AI伺服器大單的這家很重要的公司 所以它剛剛公佈了財報 而且現在目前盤後的股價是重挫 我剛剛看到11% 12%左右 所以待會跟大家說明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也宣布要拆股了 拆股不是應該是好事嗎 那怎麼會這編盤後股價是一個 大震盪而且大跌的一個問題 那下半段的台股 我還是跟大家提醒 最近在洗融資 洗籌碼 洗福額 所以有些個股非常非常劇烈 可是有些是挫殺的 有一些是明明是好股票 跌到那麼下面去了 你當然要好好撈底 怎麼樣看 怎麼樣操作 下半段跟大家說明 那當然另外請你還盯著VIX 跟日元的匯率 那為什麼要盯日元匯率 下半段再跟大家做說明 那這是今天剛剛 清晨收盤的美股的主要指數 上面像是道瓊 S&P500 納斯達克 跟費城半導體 今天的話都是全面上漲 0.7% 1%左右的一個區間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 這個月初以來的漲跌幅的話 道瓊跌了4%算跌最少的 因為費城半導體指數 以科技 半導體 AI 指標股 揮達台積電都在裡面的這個指數的話 竟然大跌了12% 那當然就是因為前一陣子 有太多太多的利空了 那待會有些利空的部分 我們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留意跟補充 那今天清晨收盤的時候 揮達上漲了3.78% 還不錯 然後我們自己的台積電 護國神山的ADR的話是上漲了5%多 然後你如果往下看下去的話 還有其他一些個股 我覺得就是一個漲跌互健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想要特別講的是這個 我剛剛說到的 接揮達 AI伺服器 大單的美超圍 那在收盤的時候 上漲了1.33% 聽起來應該還不錯 應該算回穩 但是這裡 這個應該是全市長第一個告訴你的 因為它大概5點多吧 就是我們自己的台灣台北時間 是5點多的時間 它正式公佈了 它的上一季度的財報 跟這一季度的展望 所以現在開始你會聽到 漸漸聽到這些相關的新聞 那因為這個是我今天早上 在6點的時候 起床的時候的抓圖 所以這個是時間是停留在5點58分 那你會發現說 它收盤上漲了1.33% 然後呢 收盤一公佈它的財報的時候 啪的一下噴上去 這個大概噴了12 3%左右 結果啪的一下就跌下來 這裡我剛剛抓圖的時間的話 是下跌了13% 所以高低震盪就是26% 26百分比的這樣一個波動 為什麼會這樣波動 跟最近的台股 跟最近的全球股市 跟最近的動盪 絕對有直接的相關 因為你如果看一下它的財報 財報其實算是合理 而且算是客觀的 因為它的每股獲利是6.25元 然後低於市場上面的預期 是8塊錢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它的營收 53.1億美元 是超乎是略高於市場上面 預期的53億的 所以營收的角度有提高了 甚至像是淨利的部分的話 也有比預期來得更高 因為預期原本是1.93嘛 然後它的真實公佈出來的話 是3.52元 所以如果以淨利跟營收來說的話 都是高於預期 當然每股獲利的話是低於預期 所以看起來算是一個 好壞互見的狀況 他還跟你講說 這個季度原本市場在那邊估說 大約55.2億美元 可是他跟你說這一季的話 有機會可以看60到67億美元 也就表示說 其實這個季度的成長動能是有的 那為什麼會有成長動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AI伺服器持續出貨 或者說它的接單狀況持續良好 所以他敢跟你這樣講 甚至還跟你講說 全年的預估獲利成長有87%之多 然後另外他還宣布了股價 股票要分割一拆十 所以會在10月1號的時候 去做收盤生效 那還記得之前嗎 之前的話是像是輝達 他也漲到1千多塊的時候 再去做一拆十的動作 那目前的話美超維是616塊美元左右 他去做了一拆十的動作 所以之後 如果你有美超維的投資人的話 你就會變成是十股 然後股價會變成是十分之一 所以這是在美超維的財報的一些 的一些公告的部分 可是他的盤後的股價是比較偏大震盪的 那除了美超維的話 我們也幫大家做一個相關的補充 因為我還是想要看一下 你看這是美超維嘛 我按一下F5 現在目前8.06分 25秒26秒的時間 來 我按F5之後的話 你看這邊有沒有 他收盤一定不會變嘛 漲1.33% 然後但是收盤價 這是盤後的股價的話 目前還跌了13.28% 所以比我們剛剛說到的時間 跌12%左右 更多跌了一些 那輝達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是輝達的股價 我一樣按F5 就是按到最新最新更新的 這次收盤上漲了3.78% 然後但是如果以現在目前的 盤後的股價來說的話 目前盤後的話是下跌了2.59% 所以這個待會 對我們自己的台股 相關的AI的族群 會有相關的影響跟衝擊 所以待會開盤 你應該會看到股價是上漲 但是震盪會相對大的 我也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台積電好了 我是直接現場查給大家看 來 台積電 收盤的時候 ADR是上漲了5.31% 5.31% 但是以現在目前的盤後股價來說的話 是跌了1.84% 所以待會的AI相關的族群 你不要去做強短的動作 可是我覺得這邊 漸漸回穩 是非常非常有機會的 那回來到我們最近的一些主題 就是我們最近常跟大家講說 到底市場在跌什麼 如果你現在開新聞也好 看報紙也好 看報紙是這樣子 看報紙也好 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好多好多人跟你講 好多好多的利空 那我們自己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你除了每天早上8點 在我的 在中視這邊看到直播之外的話 因為你如果不一定看得到的話 你可以在我自己的YouTube 我會把影片拿回去放 影片的話會在我自己的YouTube 甚至在我的Line的粉絲團 就是直接來分享給大家 那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就是現在目前看到的 兇手 它是不止一個 可是這些問題 它到底是真 或者是假 我給大家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很明確 很清楚 就是市場或者是新聞 在為了要恐嚇你 來找下跌的理由 可是我看到的情境叫做是 用利空來測試 真的底部 所以你聽到的 像什麼川普要說保護費 什麼GP200的晶片瑕疵 什麼中東地緣 伊朗可能會回擊以色列 甚至你有聽到什麼 什麼薩姆規則之類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內容 都已經跟大家一點一點的 來去做一個解析過 它是真或是假 或者原因 背景 理由是什麼 我也都跟大家說明過 比方說最近這幾天 可能這兩天比較少會聽到了 什麼薩姆規則 它就跟你說 如果最近這三個月的 移動平均的失業率 然後高於去年的話 那它就表示說 經濟要衰退了 你看公式 它就本來就是一個衰退的公式 可是如果你看股價 2020年的4月份 薩姆規則成立的那時候 那時候是全球的疫情 COVID-19的時候 然後結果沒想到 你看到的情況是 怎麼台股從8523漲到9000點 9000點繼續漲到13000點 怎麼經濟在衰退 結果股市在大成長 然後創高 原因就是因為經濟跟股市 它是做脫鉤的 那當然脫鉤的原因跟理由很簡單 本來就是因為資金能不能去做推升 那可是如果真的遇到 所謂的資金推升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節目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我只給大家講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日元的匯率 那當然你會最近會聽到 一堆人跟你講日元的套利交易 日元的carry trade 對 因為日本央行升息 所以日元的匯率就升值 所以讓原本之前 借便宜的日元的這些法人們 把它買到全球的一些風險性資產 比方像是股票 債券 或這些比較屬於 有投資報酬的東西的話 他們把它賣掉之後 買回去日元了 所以日元的匯率的急升 帶來了最近股市的重挫 這個我倒認同 不過如果你看一下最新最新 昨天下午的時候 日本官方包含了財務省 金融廳跟日本銀行 日本央行 他們已經正式召開了會議 所以他們召開會議 就要想說 最近是不是這個匯率 帶來了一些股市 全球股市的波動 我們自己的日經也崩的 Y7扭8的 所以趕快說 我們會緊盯 不會再讓這個日元 一直去做波動了 所以你可以定一下這個 日元 在141.68的這一個 因為這個是升值 往下跌是升值 這是日元匯率 跟我們自己的台幣匯率 是一樣的 升到了141.68之後 能不能在這邊做一個打底 如果可以 它也會是一個市場上面 回穩的指標 當然我也說過了 因為我們上半段會講 很多很多的一些國際股市 跟一些指標的部分 當然我們下半段 會有一些台股的重點 假設如果你有一些 現在目前真的 手上套牢的股票怎麼辦 沒關係下半段跟你講 或者是你可以透過廣告的時間 把我們的Line把它加起來 或者直接撥電話進來 我們會有非常專業的服務同仁 為你講一下 你現在目前手上的持股 你該怎麼去做應對 下半段回來的節目 會更清楚的跟你講 台股最近你該留意什麼 機會在哪裡 風險在哪裡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歡迎回來到 財經早點名的節目現場 我們下半段會持續幫大家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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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機會在哪裡 風險在哪裡 我們都會很清楚的跟大家做說明 來上半段的時候 我是有跟大家提醒到 你看到現在目前 全球的股市有一大堆的利空 這些利空 我認為叫做是用利空來測試底部 或者用利空來去做洗清符額 你應該會很討厭說 怎麼會這個老師 就是一天到晚在講利空 可是我告訴你 這就是因為現在目前市場上面 有太多太樂觀的情緒 讓原本之前漲多的一些股市 有一個拉回的機會 原本現在目前的一些股票 就是比較偏向於好壞 都有問題被要通殺了 可是有些好的股票 只要能夠在股市回穩的過程之中 他們就可以重新再重燃升機 重新轉強向上 所以現在的拉回 反而是很好的佈局的機會 因為我認為這些相關的利空 都是新聞為了要恐嚇你 或者為了要洗相關符合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的話 依然放在我們自己的台股的部分 昨天的台股大漲了670點 聯發科的盤中漲停板 然後台積電的期貨 昨天也看到漲停板 當然股價的部分的話 就是股票的部分的話沒有 不過也大漲了8%多 然後這是不是反攻的訊號 或者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我明明看到這麼多的氣氛的話 美超維 我剛剛上半段有講的 美超維財報 它公布出來盤後大跌了12% 回答跟著跌 到底怎麼辦 到底是看多還是看空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拜託請大家先留意一件事情 這是昨天 我先把畫面切回來到昨天的台股 這個已經清盤了 因為現在目前已經8點16分了 昨天台股的話是大漲了670點 如果你看一下 沒錯 就這樣來這邊 是昨天台股大漲了670點 收下了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所以就表示說這邊已經有人 開始去做一個逢低承接了 可是如果以OTC貴買來說的話 昨天雖然有收下影線 可是你看這個股價竟然還跌了0.8%多 原因很簡單 這個是一個必然的慣性 這個必然的慣性 我請大家先注意一件事情 這是昨天證交所公布出來的 有13戶每腳錢 違約交割了2.3億元 這些人他們就是因為 在買賣的操作之間 你說他們是上演股神 我說那叫韭菜 他們是因為買賣交割款付不出來 衝太大了 所以就報違約交割了 所以報違約交割的時候 券商就要把他的股票 把他賣出來 然後去跟他要錢 所以以這樣的情境之下的話 短線上面那種 你不想賣 但是結果券商逼著你 一定要砍你的股票的那種 違約的部分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融資的維持率 太低的那種 他叫你補錢 你不補 我好砍你 所以這種砍倉的動作 是最近短線上面大跌盤勢的原因 可是當他大跌的時候 就會有另外一群人 願意在這邊做一個低接買盤的動作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昨天的貴買指數收下引線 然後台股的部分 也收了一個長長下引線的原因 當然如果以其他的個股來說的話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也有人問我說 老師老師 你到底台積電 你跟我們說投資價只已經出來了 你叫我們還不要買 然後你就跟我說 而這邊低接不會陪到哪裡去 你不覺得這三個問題 這很衝突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我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短線上面你要賺到台積電 我認為是難的 如果你要看一個波段的台積電 重回一千塊 甚至重回來到一千零八十塊 再創歷史新高 我認為是非常有機會的 可是如果以一個操作面來說 它又是一個很辛苦很辛苦 就是你今天要漲 拉個台積電 你今天看到台股就漲六百點 你要跌 你跌台積電跌停板 你今天台股就會跌一千八百點 歷史最大跌點 一千點 第二大跌點 都在最近幾天發生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拜託大家好了 你就這個時間點 你台積電就先不要在這邊 去做一個撈底的動作 等到它哪一天回穩 再說嘛 那回穩是哪一天 回穩就是我這邊跟大家講到的 你看 我7月22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跌破一千塊不要買了 昨天就算是回來快要漲停板 它離那個一千塊很遙遠 但是這附近只有到昨天前天 你還看到813 815 那個跌停板的位置 所以這就是辛苦的台積電 但是我認為它真的是護國神山 我真的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標的 而且它真的會帶動我們目前的AI 真的會帶動它的相關的COAS 星雲萬潤啊 紅素啊 甚至還有像是均豪均華啊 然後你看像是 細光子 你之後會看到像是訊星啊 或像是波羅威啊 這些股票當首穩之後再創高啊 可是這邊的股票 他們都跌出一個低點的地方 然後哪一天台積電回穩 我給大家做一個最簡單的解釋 就是你聽一下你的親朋好友 然後同事同學 左鄰右舍 哪一天他不跟你講台積電了 哪一天他們就說 我不敢了 那時候就是低點 或者你就盯著我說過的 集保股權分散表 那是官方公布出來的資訊 它是每個禮拜六都會公布給大家的 那我也會在節目裡面 我自己的LINE這邊 來跟大家做相關的解析 來 這是你看7月22號 跌破1000塊的台積電 你先別買8點11分 中視頻道現在是8點21分 我們在做直播 幫大家做每天每天盤錢最清楚 最專業的解析 台積電可不可以買 我講完了 再來其他的個股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像是鴻海都已經跌出投資價值 然後像聯發科也都跌出價值 可是現在目前回穩 要有夠三個指標 跟一個很重要的VIX 所以我們快速的瀏覽一下 融資於額要短線上面要大減100億 然後量價要爆量 讓你恐慌通通殺出來 或者外資要轉為買潮 然後新台幣又要回升 所以這兩天的情況真的有效 所以你看 這是8月5號禮拜一 我們的盤後檢視 有沒有看到融資大減了183億 那些用融資的被斷頭的 不論你要不要 他就一定要砍你倉的 都被砍出來了 砍了183億 然後爆量到6600 然後新台幣匯率的話有升了1.8角 昨天也有一模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認為在止跌的條件的話 已經有漸漸符合 再打底再轉強 非常非常有機會 所以這邊就像我剛剛上半段 給大家看的字卡 逢低彎腰減鑽石的機會 來了 再來 融資昨天大減了163億元 然後成交量暴增到了6500多億 外資昨天也看到買超了247億元 所以這邊我認為反彈的過程 你就盯著盯著誰 這裡 盯著VIX 因為你看喔 這是4月份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4月份有一天 4月19號的台股大跌了1000點 台積電跌到了740、750塊 可是我跟大家說到的是說 你就盯著VIX 因為VIX只要一回穩 台股就會回穩 然後台股就會回穩 你看那時候當時的台股 就從18000點左右 飆到了24000點 這個歷史新高的價位 所以這就是當時的VIX在下跌 台股在飆漲的一個情境 那最近這兩天 也有一模一樣的情況 也就是8月5號 台股飆 VIX飆了65% 然後收盤還飆了38% 恐慌台股崩跌 可是到了昨天今天 VIX已經大跌了21%之多了 所以這一次真的帶來了一些回穩的契機 那當然如果以這一次的情況來說的話 我剛剛也 我最近也跟大家講過了 苦口婆心碎碎念 眾錯的護身符 你直跌就要看台積電 你就要看鴻海 就要看聯發科 因為全子股很重要 然後如果你真的要照操作的話 你就盯著內資 內資你如果不知道主力在哪裡的話 沒關係 你就看著投信 因為我告訴你 這些投信他們的祭底 你看3 6 9 12 現在是8對不對 8 9月的時候 怎麼樣他們還是得要作帳 怎麼樣他們還是要認養 怎麼樣他們還是要拚績效 因為他們還是有績效的壓力 還是有需要拚他們的績效獎金 這樣子的目標 所以現階段就是用投信 或者用全子股來盯現在目前的行情 當然每一檔個股的一個狀況不一樣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籌碼有疑慮的個股的話 那些融資維持率太低 準備要被斷頭的股票的話 這個內容 我有放在我自己的LINE上面 因為這真的太小了 沒有辦法在電視上面 來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籌碼面的個股的部分的話 我的LINE上面 直接給大家看 哪一些股票籌碼有問題 趕快來跟我拿 因為拿了之後的話 你看一下你現在手上 如果真的不好的話 考慮一下該怎麼樣應對 該怎麼樣處理 我來幫大家 但是我也跟你說過了 不是每一檔都是不好的股票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說它是好壞通殺我認同 可是我告訴你 當它在消化符合洗完那些融資斷頭 然後洗完那些違約交割 那些賣壓之後 它的股票就會跟著美國股市 跟著美股的部分 一起回穩 或者你看現在目前日圓 只要不要再強升 它就會帶來很棒的手穩的機會 那我也會跟大家提醒 這個時間點就是我們抄底 或者是逢低加碼的好時間點 所以你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一個動作 就是逢低彎腰剪鑽石 那這些目前的鑽石股 我們都已經都已經掌握好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逢低買進的機會只要一來 我們就會好好把握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問題 需要協助的話 LINE把它加起來 或者0800在節目結束之後的話 把它打進來 我好好的來幫大家 你可以直接掃描QR Code 或者直接用ID的方式都可以洽群 那我一樣跟大家說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我們明天見 加油 本節目資料緊過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